在2016如果观众朋友 你有进行任何一项投资的话 其实说老实话 从1月到12月 大家都行情胆跳 因为太多的不可预测性 黑天鹅买天飞 包括了英国的脱欧 川普当选等等 您的资产不断的变动 所以咱们2017年 您又该如何来布局呢 我们今天现场也欢迎财经专家 如远礼的加入 欢迎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新年快乐 等一下你要帮我们好好来预测一下 2017年有哪些黑天鹅 去年真的是完全 没想到的都成真的对不对 好 我们一个一个来聊 现在看的是 要教你学一个新的名词 黑天鹅 我们新闻不断报 你也知道怎么一回事了 基本上就是 市场很难以预料 而且波动非常大的事情 我们就称之为黑天鹅 但现在我们告诉大家 2017有一些灰天鹅 灰的哦 不是黑的哦 什么叫灰天鹅呢 新闻词典为您做个解说 这是野村证券把灰天鹅定义成为 发生几率极小 但是影响会非常深远的事件 就叫做灰天鹅 其实我觉得这灰跟黑好像有点类似 反正都不太容易发生 但它真的发生 但一发生的话 它影响就非常长远 我们看一下野村证券列出来的十大 2017的灰天鹅有哪些 包括了前三点 我们分段来聊 第一点 美国生产力激增 第二 中国实施浮动汇率的机制 第三 日本通膨快速攀升 我们问一下刘老师 你看这三点都跟经历方面有关 等下请到业内做个补充 美国生产力激增 应该是跟川普 他的政策有非常高的联动性 从去年底放话 这个 Toyota你要小心点 不要把厂搬到墨西哥去等等 会真的让很多的企业 会把他们的生产线留在美国吗 因为 真的留在美国 所有东西都变贵 变贵之后 美国自己消费者倒霉 其实谁知道这倒也不一定 因为这个 波士顿资讯公司 最近公布了一个数字 他们统计了25个国家的生产的成本 那么给他做出一些建议 其实美国跟墨西哥都是被他们列为 可以在那边生产的地方 可以在那边生产 因为他们基本上 他们觉得 他们把它叫做一个Rising Star 就是明日之星可以在那边生产的 所以你看最近中国大陆不是有一个 有一个曹德旺 他们就崩一下去做 做玻璃的玻璃大王 崩一下跑到美国去生产 美国设厂在大陆上就引起一片讨论 为什么这个人 这个会跑掉了呢 那么投资10个亿在美国生产 那么曹德旺就讲了 他说在中国大陆除了人工便宜以外 其他都贵 这个税也多 什么天然气 电力 土地 各种潜规则也特别多 就不如到美国去生产 他们打通关节的钱 给他花了更多 对 所以有的时候是讲说 那也有人就这样算了 比如说你看苹果 苹果一只可能赚400块 但是你到美国你成本多20而已 也不是不能回去生产 所以各有不同的讨论了 所以但是 但是你看 我在野村的讲的这个 灰天鹅 本来也有人的解释说 灰天鹅不是那么黑的天鹅 不是那么黑的天鹅是什么呢 理论上说不是那么样的 令你很surprise 可是他也不是那么白 所以他的这个定义 我觉得这个新闻解读定义 有一点点问题 这好像发生几率极为 这看起来就看不出来 怎么差别了 刘教授你看看 你刚开始节目 一开始就说了 这一年是从头到尾 都是乱了一年 所以媒体 包括了政权的定义 也都有点乱 我觉得他定义不是很清楚 就是他不是白的 但是不是那么黑 但是会发生 不是那么惊讶 但是会有一些冲击 可是他 我看他列出来的东西 我们也不见得都认为 他会发生 那有些 当然经济总有看 等一下燕丽会讲比较多 那燕丽就直接讲 你也列出了好几点 帮我们一样一样 做个揭晓 看你看 好 这是我自己的一个 个人的一个预测跟判断 这是燕丽 燕丽姐自己的全球预测 对 没错 那第一件事情 我认为美国的景气会复苏 会越来越好 那事实上我从去年年底 然后到现在 最近这阵子 跟很多上述商规公司 老板聊天 我发现有几个产业 对今年的这个景气 看得特别好 那像是半导体景气等等 还有这个 利率属于半导体的 IC设计等等 那最主要是因为 其实美国呢 在川普的一个领导之下 制造业回流 那当然大家会 比较有质疑的是说 如果说iPhone手机 全部都要回美国制造的话 不可能全部回去嘛 因为坦白说 你一个供应链 起码就是 10年到20年之间 才能够建立一个 比较完整的一个供应链 那就算没有全部都回去 那你部分供应链 回去制造生产 我觉得这不是不可能 那加上呢 它这个有非常多的 这个相关的一个 景气付出的方案 我们后面可以等着瞧 所以其实我对于 2017美国的景气 我认为它是趋势向上的 一个状况 好 那我们再来看 第二件事情 美元是属于相对 高档的一个位置 怎么说呢 其实蛮有意思 高档的数字在哪里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个 这个相关的一个数字 前一阵子呢 美元指数是来到 103的这样的一个高点 那这个一直要供都还没有过 所以有一个小福拉回的 一个情况 好 这第二件事情 跟第一件事情息息相关 你要所有的制造业 都回美国去制造 成本已经上升了 因为美国人就是比较贵 虽然我们不确定 美国人有比亚洲人聪明 但是呢 就是呢 你所有的制造业的成本 都增加了 然后美元又变贵了 对 那你不是叫 这些制造业去死吗 也就是说 如果我要那个同时又有赚钱 然后我的制造业的成本又增加 那唯一的解决方案是呢 汇率变低才能卖 对 否则呢 我就是呢 轻蚀我的获利成本 谁给你买呢 对 所以不可能 美元在这个永远处于一个 相对高点的一个位置 然后最妙的一件事情是 这几天呢 就前几天 好 流出一份费的 这个彼此之间 官员之间的讨论 其实大家对于2017年 美国会不会升级三次 坦白说我觉得 永远不可能升级三次 因为你不停升级 就是把美元垫高啊 那我刚刚讲的那一份 这个流出来的一个文件就是呢 官员们彼此之间有不同的讨论 但他们有一个极佳的共识 这个共识就是 如果升太快 会影响到我们经济成长的一个脚步 所以我认为2017年 美国仅仅虽然复苏了 但是呢 美元不会无限的往上走 因为你往上走之后 其实它的副作用 其实还蛮强的 换句话说呢 我认为美元是相对高档 大概起码再想个半年到一年 反而呢 这半年到一年之后呢 极有可能因为油价是往上走 那其实呢 美元是慢慢慢慢下来的一个态势 那我问一下齐悦了 因为也帮他来整理一下2017年 如果手边真的有点钱 卖股票赚点点钱的话 要规划年度好玩的地方旅行 帮我们做一些建议的点 那我们大家赚点钱之后 2017年要去哪里玩 其实我先讲就是我们 当然希望说在台湾多花点钱 因为台湾的工作很辛苦 可是呢 如果真的要去的话 其实全世界有非常多的地方 像Travel他做了一个2017年必游 那他第一名居然是瓜地马拉 那你觉得非常非常的就是 小和为什么 因为呢我们的蔡大总统才刚去他回来 才刚去回来 那真是呢 其实因为他本身他们就有 他丰富的这个古文明 那边的就是印加文化 那边算是非常非常的知名 那包括就是他们当地的原生态 各方面的当然 但是不过坦白讲 因为Travel做的资料 他是比较适合欧美人 尤其他是可能是北美人 因为对他们来讲陌生了 对 第一个我们要 飞三十几个小时 飞很远 通常是飞LA再转到中美中 对 像我上次去那边附近 去宏多拉斯啦 去萨尔瓦多这些地方 差不多就飞了28个钟头 差不多要了 太辛苦了 好 那再来第二名的法国 法国因为呢 法国算是应该是叫做叠森板坛啦 为什么 因为之前法国恐攻之后 确实它的光光掉下来 可是比较小看法国 法国一年外国旅客到法国 旅游的人口数是破五千万人次 台湾才一千万 法国是破五千万以上 它那是观光大国 那法国来讲 大家都说巴黎啊 什么普洛旺市 大家玩东西玩的差不多 可是法国里昂呢 算是大家会吃一个 新兴的旅游之城 因为里昂它的餐点 做得特别好之外 它的价格也相对的比较便宜 你要一样要吃就是法国餐的话 在里昂那边吃的话 它的费用也会比较低 那再来是南非 南非我个人也觉得是还不错 如果说真的像 喜欢看那个动物的朋友的话 或者是南非有个最大的太阳城 是非常非常好玩的 南非太阳城这个 包括它在casino 包括野生动物园 包括它探险之旅 你要做什么热气球 这个我觉得说南非也蛮适合的 我比较不理解的是 刚刚那个齐月讲的法国这点 因为这Traveler杂志做了一些提醒嘛 当中法国禁止送香水给女士 有这种说法 法国送香水给女士的话 基本上 除非他们的习惯 就是你是特别亲密的家人或爱人 你才会送香水 因为香水来讲 他们大部分是贴神的一些 因为每个人味道不一样 对 所以他们 除非 这是两个意涵 如果你们已经是情侣 或是夫妻或是家人 你送香水是一个 合宜的表达情意的 如果说你是 大家不是那么熟的时候 你送香水反而是比较 没有那么恰当 因为像我们去法国玩 可能就是买包啦 或很多人会去买香水 不在台湾送别人 他们香水本来是自己用的 比较多 因为香味这种东西 他还蛮个人的喜好 还蛮强烈的 好 那其实这里面来讲 我觉得西班牙 我觉得是比较 台湾人去的接受度 是相对很高的 那尤其西班牙 我特别特别看了他这边报导 他里面有讲到一个圣雅各 就是圣雅各的这个大教堂 的这个草村之路 这个是一个非常热门的宗教路线 所以Tranferl把它放进去是对的 因为全世界天主叫三大圣地 就是耶路撒冷 范蒂冈跟西班牙的圣雅各大教堂 这三个圣地来讲 他的意义就是 耶稣的十二个门徒里面的圣约翰斯 也是西班牙讲的圣雅各 圣约翰斯他在那个被罗马海底砍头之后 他的遗体是在那边葬 葬在那边之后 变成之后就开始显胜 香火鼎盛 这故事跟台湾的故事还蛮像的 跟那个什么妈祖的故事也像 妈祖死在都葬在这里之后 整个香火就兴了嘛 对不对 兴了之后就变成他们宗教圣地 可是呢他们 那个宗教圣地有去到就是以前 包括就是很多东西 他们荷兰人哦 荷兰人他们的刑法里面 平常有人犯了一些轻的罪 比如说偷东西的啊这种 他们刑法是罚你去走朝圣者之路 走完朝圣之路之后 可以赦免他的刑期 还这样子啦 对他们这个朝圣人 我去过那地方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 这有点赎罪见的概念 是是 他们认为说他们是天主教徒 很重要的一个去朝圣 他们希望通过宗教的力量去教化他 那另外就是 等一下我们第一个给聊 我们留一点篇幅 我们等一下再回头来再聊旅游 不过刚才你讲到几个地方 包括像法国 其实在去年2016 我周边就有朋友 本来是订了欧洲的行程要出发的 那出发之前 就刚好砰看到什么土耳其的伊斯坦堡啦 或者是法国的恐攻 或者是德国的那个卡车 等等这种事件 看了新闻久了以后 你自己没有产生疑虑 你周边的朋友 或者是家长长辈都会讲说 取消算了 我想问一下刘老师 今年去欧洲玩 还会需要担忧这方面的事情吗 还会更多吗 跟什么还是难以预测 现在大家的讲法是 你要和恐怖攻击共生 那么你很难说完全没有 那个其实如果把国际政治 跟国际旅游来结合的话呢 在今年我其实很多时候跟我学人讲 什么地方最好你暂时不要去呢 土耳其 土耳其的恐怖攻击呢 事实上有三股势力 不管是库德族 不管是IS 或者你还像那种不当班的警察 也可能忽然什么攻击 所以土耳其的攻击太多了 所以你看像 你说他发生的原因 去执行这样任务的凶手 他原因太多了 原因太多 其实我去年才去到土耳其 真漂亮的地方 非常值得去 而且文化也非常丰富 但是太危险 而且走在路上 你不会觉得说是危险的地方 不是 像土耳其 像埃及什么 他都有观光警察 所以观光景点都有观光警察 就是说有时候你看到埃及去玩 还有说警车要帮你开道 因为很危险嘛 那土耳其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 他那个总统鄂尔多安 现在非常的高压的统治 非常高压的统治 结果大家就拿他没有办法 他就是明摆的 我就是不民主 我就是今天这个土耳其苏丹 因为他们画的漫画 就是像今天的苏丹一样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是军人可能就不满意 那么世俗都不满意 自由派都不满意 这土耳其人对他自己不满意 之外那还有刚刚讲的库德 都不满意 IS四级而动 还有一些人就说 你这个土耳其怎么跟俄罗斯走太近 所以你看土耳其跟俄罗斯 本来在叙利亚战争里面 支持不同边嘛 就居然两人有默契 然后让阿勒坡给小阿瑟子拿下来了 所以我必须被阿勒坡的人民 我必须替他讨回公道 所以警察就把俄罗斯的大使给杀了 所以像这样的话 这个是风险 那法国呢 法国其实也是很棒的地方 但是法国 我想现在就西方的情报合作 也会比较好一点 法国你会发现 好几只恐龙出在哪里呢 一个是出在 从比利时那边过来 布鲁塞尔那边 布鲁塞尔其实是两个布鲁塞尔 你看着很光鲜的布鲁塞尔 事实上很多的穆斯林 住得非常黑暗的贫穷的 另外一个布鲁塞尔 那连警察局都是分的 我们一般只会看到黄金光层 然后没看到 然后从布鲁塞尔 过来到巴黎这边恐攻 那是个问题 对 然后你可以像查理周刊的事情 巴黎也是攻击 你可以看到 就是法国人传统上 他就是枯手 他连总统 连以前皇室 都互相八卦 互相枯手 他就有那种嘲讽文化 在法国非常凶 然后你的这个 对穆斯林又没有足够的尊重 然后穆斯林又开始觉得 我今天受到了歧视 所以这个问题 文化的根不解决的话 这种类似这种攻击 也可能忽然冒出来 有点风险 我刚刚提到提醒 我们也经常在反复 在国际行为上面看到 真的土耳其这几个月 非常非常的 让人担忧了 给大家多个提醒 大家回来继续聊 包括了国经济的财经的局势 回来慢回答股分析 马上回来 东北 大陆东北 我给当地的导游小费 我觉得它带得还不错 所以说我就 另外包了就是人民币 人民币 250块人民币 你可能大陆不长 但是你要记得 在我们东北 你要给我小费 你千万不要给250 阿尔 感谢观看